文字上、語言上的相對統一 文字上、語言上的相對統一 這是影響極其深遠 因為你想像孔子能夠周遊列國 商鞅之所以能夠到秦國去做宰相、大臣 就是因為它語言上是統一的文字上是統一的 統一文字 這樣就建立了官僚制創造了接觸 然後還有統一的賦稅 這主要通過統一度量衡支撐一個官僚體制和一個軍隊制度 以及這個皇權 這樣就把整個國家在政治組織上組織起來 中國是一個農耕的中國 它本質上來說都是小農經濟 但是在歐洲圍繞著地中海形成的羅馬帝國 那麼這樣一個帝國它實際上不是一個統治的 它是通過交通運輸、貿易來聯繫的 如果是貿易的話它一定更多是陌生人 更多是市出現city 而如果是農村的話它一定是country 更多的是村莊 在這種基礎上它的整個的這個制度基礎都是不太一樣的 我不是地理決定論者 而是經濟生產方式影響了這個制度的建立 會不會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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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不會有的